如果美國實驗公開殖利率呢 現在已經突破3%了 3%在這個位置 一旦再往這邊挪的話呢 將進入到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代表什麼 代表殖利率持續往上走 代表債券價格往下掉之外 股票市場也會跟著往下 做一個下殺情況 所以未來呢 一旦突破這個關鍵點之後 就是股債雙殺會持續下去 先來請教一下穆阿哥 因為畢竟美國10年期公債殖利率 是一個很多資產產品的 一個定毛的價格 我們剛剛提到 不管說是房市 債市 股市 其實呢 只要這個利率一旦升高的話呢 很多的資產價格 必須重新做一個評估 怎麼觀察 對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 美國10年期 國債殖利率突破3% 造成美國股市的大跌 所以說呢 這樣子的情勢 其實讓人不免憂慮 就是說全球的多頭市場 是不是就要此終結了 事實上我們一般都知道說 在空頭市場 主要三個下跌的階段 這個初跌段 然後主跌段跟末跌段 那在初跌段跟末跌段 通常是沒有邏輯可言的 也就是說它的漲跌 通常我們看到它的邏輯性不強 而且呢 它的波動性特別大 也就是說在這個初跌段 剛剛開始 這個從多頭變空頭的時候呢 那個股票市場的波動一定加大 然後進入到主跌段的時候 波動反而會變小 因為方向一致了 對 但是它是默默的跌 也就慢慢跌 波動變小 跌得你不知不覺 我們一般叫做溫水煮青蛙了 那到這個末跌段的時候啊 有時候已經要跌到底了 那它又開始波動加大 那這個時候啊 非常有可能會使得 這個投資人在最後的階段 被洗出場 因為大家看到波動加大又緊張了 對 所以呢在最後那個階段呢 也是一個波動加大的情況 所以我們看到今年啊 其實美國股市已經出現波動加大 這種所謂啊 在多頭轉空頭這種初跌段的 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 而且它的邏輯性不強 所以這要特別注意 那麼看到當然另外一個角度啊 就是說今年啊 我看到全世界的經濟有三大風險 這也是造成我們剛剛講說 有可能是一個多頭龍井 轉折的一個時刻點 第一個風險是什麼呢 就是中美貿易戰 它現在目前開打 不管是打真的打假的 到最後它一定會影響到 經濟跟金融的信心啊 對 這個信心面現在目前 已經很明顯的在動搖了 那這個是第一個風險 第二個風險是什麼呢 現在目前全世界央行啊 都朝向緊縮的方向在走 也就是說 基準利率是在往上抬高的 那資金的緊縮 其實是不利於金融市場 不利於股市的 博博哥我插一句話 這個資金 應該說資本市場的現在波動很大 就比較偏空一點點 不過在政治氣氛上面 其實是比較好的 你說這個禮拜五有這個文金會 之後有這個川金會 包括現在法國總統 這個馬克宏也去這個美國嘛 所以感覺上政治好像 這個越去這個 這個不波動的時候呢 反而資本市場波動越來越大 當然明後天我們有機會 幫大家追蹤一下 這個政治現在的一個變化 然後另外你又看到又說 美國財政部長可能會要訪 中國大陸嘛 就是帶團去談判 好那這個也開始看到 也就緩解的氣氛 事實上這個可能也都跟資本市場下跌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在執政者他不樂見 資本市場快速下跌 那他知道這些因素可能會是 催化資本市場下跌的因素之一 所以呢他在這個地方動作放緩 但問題就是本質問題沒有解決 這個衝突的問題沒有解決 這個根源的問題沒有解決 只做表面上面的動作的話 他是沒有辦法解決資本市場真正下跌的原因 那第三個這個主要下跌呢 其實就跟股市有關 通常來講 牛市啊 這個進入到熊市的轉折 就牛市的終結啊 通常會影響到經濟非常非常的大 也就是說呢 當股市一旦開始下跌的話 經濟再好 他都有發生這個經濟crash的問題 所以說從這三個風險因素啊 我覺得今年的金融市場 乃至於到明年都要非常的謹慎 好那實際數據來看 其實也佐證這種說法哦 譬如說我們來看到這個圖啊 這個圖是摩根大通啊 跟這個Market IHSMarket所共同編制的一個 全世界的採購經濟指數 對 它不是單一國家 它是全球的 各位可以看到最新一個月的數據 它掉下來非常的快速 哇 是直接高檔反轉 對 它是從54.8 一下掉到那個53.3 掉到這個位置 逼近到這個繁榮跟這個衰退的這個50的這個情況 沒錯 而且它掉下來是掉到16個月的新低 各位可以看到它這個位置是16個月的新低 那是代表什麼 代表景氣是很快速的出現一個反轉的情況 這個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我們相對這邊這個圖 我們導播可以移過來可以看到 這個圖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全世界的採購經濟指數 相對如果我們對照這個 預估全世界GDP的增長率 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不講嗎 54.8掉到53.3 你看這樣一掉 這個原先在這個前一個月的54.8 它等同全世界GDP 今年的增長是3% 掉下來現在目前掉到多少 掉到GDP的增長只有2.5 掉了0.5個百分點 而且這個這兩條線是高度正相關 正相關 也就是說採購經濟指數一掉 那這個全世界經濟增長率就會掉 而且掉的相當大 這個從3掉到2.5 它是掉了0.5個百分點 是掉的非常重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圖 我們說在景氣往下滑的過程中 企業的成本 它就變得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如果企業成本不高 它的成本相對低廉的話 企業還可以撐得住對不對 對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不好的狀況是什麼 這個黃色線是企業的進口成本 那這個藍色線是企業的價格成本 你可以看到雖然這兩個數據 隨著整個PMI往下掉 但是它掉的並不明顯 也就是說現在目前的企業成本 還在相對高的地方 那這個當然就對企業來講 是一個非常不利的 就是說景氣在下滑 但是它的成本還是居高不下 這個就是雙重的壓力 另外我再給各位看幾個圖表 就是說到底這個全世界 哪一些地方景氣出現問題 特別的明顯 這個圖很重要 這個圖我建議大家隨時要去觀察 網路上也可以抓到 這個叫做OECD的領先指標 那我們看到特別明顯的是什麼 上面這一條 這個是歐盟 你看它轉折的非常厲害 本來大家可以還記得嗎 歐盟本來經濟數據非常好 從去年下半年一路往上衝對不對 那個採購金錢指數 居然德國可以衝到歷史最高點 一切都從美元走弱開始了 然後這個歐元走強 德國的這個經濟就受到影響 是啊但是你沒有想到 歐盟的整個景氣的反轉這麼快速 而且它反轉的這個角度是非常陡峭的 直接往下拉了 那另外全世界現在目前 領先指標還能上升的是美國 我們看到最下面這條線 它剛剛越過100 它是往上升的狀況 但是大體上 包括歐盟 包括G7 包括全世界的領先指標都在往下 那另外各位可以看到這三個 這個採購金錢指數在製造業的部分 是英國 德國 法國 歐盟 對不起 德國 法國跟整個歐元區的 你可以看到這三個往下掉的 已經是呈現連續幾個月的狀況 換言之它已經形成趨勢了 這個也就是說呢 要特別注意 現在歐洲景氣反轉的問題 乃至於就是說歐洲今年 你九月的時候還有可能要結束QE 那恐怕又是一個大的壓力 也就是說我們在金融市場 我們最重要是要注意轉折點 那另外呢在 這張圖上面它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你就是說最近 美國的這個 利差在擴大 就是說 IOS跟Libre之間的相對的利差 這張黑色圖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白色線 就是利差 從今年的二月以來 這個利差已經上升了 有60點之多 那當然大家會擔心說這個利差上升 就是說Libre-OIS 利差上升 是不是告訴我們後面有金融風暴跟危機呢 過去的經驗是這樣 那事實上我覺得這一次不是啦 那這一次呢主要是什麼呢 這一次主要是因為美國啊 現在財政赤字的問題 美國政府在 二月開始大量發行國庫券 那這個國庫券 刺激了短期的利率的上升 而使得這個利差擴大的情況 更明顯 那也就是說代表企業的資金更緊俏 所以就現在在投資上面 大家特別去注意 那個企業舉債 相對比重過大的企業 尤其是他是一些中短期債務 比重過大的企業 相信這些公司呢 在金融市場下跌的過程中呢 他的股價的壓力會特別的大 是我們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美國時任期國債殖利率 突破百分之三呢 跟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有關係 如果你有車貸有房貸的 代表你未來的這個 要繳的利息的費用會增加 那你說我沒有車貸沒有房貸 那我告訴你跟投資人也有關係 譬如說很多的投資人 尤其是長線投資人 喜歡看殖利率對不對 現在殖利率可能一檔股票 4%5%你覺得對你有信力 可當未來這個利息持續走高 利率走高之後呢 你可能覺得4%5%的殖利率 開始不夠了 因為呢這個可能銀行的定存的利率更高 所以對於殖利率要求會更高 所以呢這對投資朋友都有一定的一個影響 另外看一下 剛剛說資金的這個 是屬於長線的一個利空 但短線上台北股市 其實有一點反彈的機會 因為昨天講了 如果昨天的這個融資呢 大減的話呢 就有機會做個反彈 很好昨天呢 這大減的22億的情況之下 今天馬上拉了一個 這個下影線 留了一個這個開低走高的小紅棒 雖然指數最後是跌的 不過OTC呢 今天是呈現一個上漲的情況 昨天融資也砍了10億歲 上市會昨天融資砍了30億歲 有恐慌的時候呢 反而是一個要反彈的機會 所以小小貪人機會可能來了 而且呢今天像上市的部分呢 漲停的有10家 跌停只有1家 那上櫃部分呢 漲停10家 跌停有2家 所以目前看 狀況看起來呢 表現好像還不錯 另外從族群來看的話呢 其實今天反彈的這一些 類股部分 包括像升級 今天升級又一路往上衝 像離岸封電 這未來政府的這個 堅持要做這個離岸封電的情況 所以讓股價持續一個往上衝 那挖礦昨天這個蔡總幫他提醒 呈現一個反彈 因為比特幣持續做一個反彈 另外呢 大家比較注意到的一些熱門股 像大力光也開始有點反彈 不是反彈幅度不夠大 滑邦電呢 也是跌的很兇 也開始做一個反彈 今天反彈的7% 那原相呢也是喔 從174塊一路一路跌 跌到剩下大概100出頭 今天也呈現一個大幅反彈 所以現在請教一下 這個RSPIN 你之前有提到 其實台北股市呢 之前喔 還沒有跌 之前就說 未來會有一波這個大賣壓出現 就外資嘛 現在確定發生了 而且 你說 如果 是緩跌的話呢 比較可怕 可是現在呢 急跌 反而有機會做一個反彈 那這一次呢 是出現急跌 怎麼觀察 對我們說 家運只是突破 跌破了這個 下面的支撐 有迅速下跌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迅速下跌呢 跌破大家的眼鏡 為什麼 因為你說今天跌是正常 那今天沒跌 我們台股市是很異常 是 前兩天在國際股市相安無事的時候 我台股市迅速的崩盤 前兩天台北股市的跌幅都是第一名 今天台北股市的這個跌幅呢 也是第一名 就是跌最少 對 跌最少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如果先用昨天的資金來看 叫台股 因為台股非常詭異 我們從4月16到4月24來看 加權指數在 4月16到24呢 是重挫的一個發展 尤其是櫃台指數是重挫5% 5%大概到全要跌到稀哩花啦 我們才可以跌5% 會不會太超過 我們台股市到底發生什麼事 在這段期間可以看到 國際股市大概只有廢半是下跌 為什麼就收到台積電影響 其他的幾乎都收紅 看起來說我們台股是不是出問題 事實上不是 事實上我們如果 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台股 我們如果把今年最高點 跟4月16號的收盤來看的話 台股市比較超過一點 你看到在之前台股市場都沒有什麼跌 沒有什麼跌 對 在4月16號來看 國際股市可以看到 跌翻了 每股最重要嘛 大概都跌7%左右 對不對 就羅數2000跌比較少 是 然後呢 德國 歐洲股市大概也跌5%到8% 我們說我們是雅股嘛 雅股更慘啦 雅股都跌6%到13% 入股還跌到13% 所以我們之前沒有跌 尤其是櫃台指數幾乎快創高 是 本來就太超過了 國際股市都跌得稀哩花啦 那我們我們的主力想說 可不可以撐一撐 撐到道琼大漲來跟上我們的腳步 沒想到撐不住啦 對 看到道琼可能快往下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只要往下跟嘛 那我們現在看到 用最新的指數來看 我們說跌夠了嗎 我們如果用4月24 軟線上到底跌夠了嗎 這跌得又急又快 對 我們跌那麼重 今天有這個反彈跡象 是不是跌夠了 看起來好像還不夠 還不夠 我們用4月24 我們跌到最低的那一天來看 還沒有包括道琼大跌 昨天大跌 我們才跌5%跟6% 就離高點的話 但是可以看到 也是跌比較少 也是跌比較少 還不夠 道琼已經跌7%到14% 昨天的1%多還沒算進去 如果跌1%多 道琼是跌8、9% 是 然後 歐洲股市最近反彈 相對強一些 但是雅股呢 還是一樣很慘 還是一樣很慘 都比台股跌的多 所以我們還是跌不夠多 如果我們要跟上國際股市的腳步 所以除非國際股市可以反彈 但問題機率現在還蠻低的 所以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這麼強 我們明明跌不夠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可以 都不太跌 對 有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訊號 就是 這個大跌加速 昨天出現大增的情況 就是恐慌氣氛出來 對 因為我們這個大跌加速 我們不是用10% 因為過去跌停是7% 所以我們是抓7% 昨天大跌7%的加速 如果大增可以看到 如果大跌加速 忽然大增 市場恐慌 因為外資賣股票 絕對不會跌停 對 今天外資又賣超了70幾億 對 外資再怎麼賣 股票都不會跌停 因為為什麼 他說他是希望賣掉 他不是希望打壓股價 但是只要散戶開始賣 他就是不計價在賣 可以看到昨天是 全面性的賣壓 什麼股票把你打到快跌停 所以可以看到 這個下跌的加速 重挫的加速 忽然大增 都會見到一個短線的低點 是 只要大增 他就是一個低點 只要大增 他就是短線的一個低點 短線 觀眾朋友注意 阿哥講的是短線的低點 不一定不是長線 對不對 之前 美股重挫 我們也大增 大增 來到大概100家 對不對 但昨天也是大增 大概來到60幾家 所以今天反彈是正常 因為跌過頭 該賣的在昨天都賣光了 所以今天看美股大跌 要賣的人就變不多了 你說這樣跌了 會反彈 到底 反彈之後怎麼看 會不會見到低點 我們第一看到 這下跌加速跟以前比 好像還不夠多 對不對 還可以再更 還可以再恐慌一點 但是可能短線會先反彈 反彈就好像會先當再說 什麼意思 先當再說 我們說空頭就很像掉下來的刀子 大家常講這個落下來的刀子 不要接 對 但是說他聽到噹一聲了 對不對 彈起來啦 聽到噹就表示這個刀子不是刀尖落地 可是我們今天在討論這件事情 你家常講說這個股市重挫呢 代表落下來的刀子要不要接 對 可是這個刀子有分刀尖落地 還是刀柄落地 如果刀尖落地的話 就直接插在地上不會彈 對 如果是刀柄落地的話才會彈 對 這一次你覺得是刀尖落地還是刀柄落地 他可能還是刀柄 刀尖還沒到 那時候通常什麼時候才會 那個見低點 一定要刀尖落地 就是 讓大家都受不了了 這樣子 通常什麼時候會覺得見低點 通常聽到 聽到噹噹噹三聲 就是打三次 對就是 他打三次 這個低點都不會破 那你再來安心比較重要 我們說今天明後天可能會反彈 但反彈後後怎麼樣 他可能又往下殺 往下殺速度可能又更急更快 我們說今天的多單可能就是明天的賣壓 那我們說 到底這次的單會不會就結束了 還是說會繼續往下殺 給同事們看一個關鍵的 一個數據 這個是下跌 這是月線 多空 短多短空的一個數量統計 這個綠色線就是月線下彎 月線下彎 它是股價創二十天來的低點 但是短空嘛 那紅色就是月線上彎 就短多的加速嘛 目前 到昨天為止大概才來到一千零二十五家 算很多了 一千六百家裡面 只有六百家是多頭 只有一千家都是空頭 所以是二比一 二比一 那這樣很多嗎 事實上不多 我們之前講的那個當 恐慌跌停加速大增建低點的時候 你看到 下短空的加速來多少 來到一千四百家 幾乎所有都總空頭 這時候就會反彈 之前這個地方 接近多少 接近一千二 通常接近一千二 它會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為什麼 該跌的都跌了 不該跌的也跌了 是 只要它來到大概一千二左右 都會見到一個相對的低點 所以目前來到一千而已 還有差兩百家 所以短線會反彈 但是呢 未來應該還有機會再往下看 還有兩百家 這兩百家呢 大概有一大部分是什麼 大概就是被動元件 我們說空頭尾聲 一定是最強的股票怎麼樣 也稀里花啦的下跌 是才結束 現在被動元件還在撐 還在掩護其他的股票 所以台股還有兩百家的公司要跌 但是重點是什麼 外資還在賣 外資還在賣 我們說外資其實我已經減到 昨天啦 已經減到剩下兩萬八千多口 今天變化不大 我扣掉五大特定 就前面的最大的五間外資 剩下十幾二十間外資的小外資 他的進步位是已經是翻空了 終於翻空了 負的兩千三百多 這不是一間公司 兩間公司 這十幾二十間的外資機構 對 共同得到結果就是偏空 看過去一段時間 就只有這個地方 翻空以後 隔天馬上回來 他目前來看 看起來好像沒有要回來 因為這間部位動作不大 所以看起來 外資已經還在偏空 我們說這四天來 外資已經賣超了多少 賣超快五百億 表示說外資還在逃命 我們之前講的嘛 他之前外資已經賣超多少 兩千億 賣超兩千億 如果外資進一步逃命 那起跳一定是兩千億 狠一點就是四千億 外資最近十年來 買超了多少 買超一兆八千億 現在稍稍吐了兩千億出來 可能還有很多的貨要吐 所以重點是最近什麼 最近台幣 剛才木華哥講的 強烈的貶值 不但貶破了這兩條關鍵的 第一他貶破這個關鍵的一個趨勢線 後來又再貶破了這一條趨勢線 連續貶破兩條 他貶的力道非常強勁 所以在這個台幣貶值 沒有稍緩之前 外資的賣壓 可能都會持續 那外資一直在逃命 這種速度就是在逃命 每天賣然後每天匯出去 對 當天賣就當天匯出去 一刻都不想留在台灣 怕成這樣子 就像木華哥講的 剛剛大科前面講的 殖利率已經違在淡系 外資都在逃命 台灣投資人呢 還在搶反彈 還在搶這個刀尖上的血 這個是台灣的VIX指數 目前來看還在低檔 都沒有辦法突破 還沒什麼感覺 沒有不突破 指數已經怎麼樣 快跌破前面的低點了 對 我們的指數怎麼樣 已經跌破了這長期的下降的 長期的上升 上升的支撐 所以已經是轉空了 但是你看 這個VIX還在一個低檔 還在那邊打轉 表示市場還不夠恐慌 所以未來可能還會更加的恐慌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